基隆市中山区中山一路和新民路口原本不能够回转 接受民众反应后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邀及包括警察局第四分局交通队 以及市政府交通处等单位办理会刊 将在改善标线标志后 预定在八月底以前开放回转 在之前就建议我们小领处 希望说这地方这个路口能够 能够小客车或汽车都可以回转 应该不会影响整个交通的优势 如果到前面是的话 那就可能会怎么交通平底做比较不正常 宋伟丽希望相关单位做好交通指示标志和标线 让驾驶人和骑士可以在这个路口安全回转 不用再到下一个路口回转造成交通涌塞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